不过我们现在再来看 今天在凯道上不是只有要求重派 他们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司法系统的改正 司法系统最近也出了一连串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个影带 前台湾高等法院法官房阿生涉嫌收贿 被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收押 成为检调7月展开政绩专案以来 第五位被收押的司法官 房阿生目前是律师 因为依现行规定 法官或检察官随时都能转任律师 但为了杜绝不向法官继续危害律师界 法官法草案也新增了房阿生条款 我们也希望回应到律师界 他们希望坏的法官不要转到律师这边来 那所以我们用这个五之二的这个条文 来限制不良的法官转到律师 律师界来 司法改革刻不容缓 因为今年7月高等法院爆发 法官集体收贿丑闻早就重创司法形象 司法院强调在法官法尚未通过之前 将从人事制度 审判业务行政监督等方面来改善 并扩大现行的法官评见办法 不管是法官收贿案 还是最近备受争议的性侵幼童判决案 民众关心的是怎么淘汰不适任法官 但司法院大阵仗举行记者会 还是没给答案 好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一连串的事件 让有一个防阿生条款 林律师跟我们多解释一下 什么是防阿生条款 因为现在如果离开法官或检察官的岗位之后 他就是可以当律师 他没有什么障碍 有一些律师公会 其实他了解说 转任要当律师的人 恐怕有一些过去的记录 可是很遗憾的是 现行的法规的规定 很难拒绝它 因此这次考试院在会贤 司法院版的法官法的时候 也听到律师界这样的声音 所以他们刚才有 考试院秘书长出来讲说 他们在会贤的时候 加了一个条款 就是说如果法官检察官 有不良的记录的话 原来是不能再转任律师 我想这个某个程度就断绝了 以后说这个做了不好的法官检察官 就赶快退 退了之后马上做律师 他还可以生活 然后还可以 可能还可以很优渥的生活 然后或者更糟糕的是说 他就变成司法黄牛 其实我们最近有看到 有具体的个案 这个退休的法官就转任司法黄牛 当律师转任司法黄牛 而且看起来案件的状况还蛮严重的 这个就是过去我们看到 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那我很高兴看到考试院提出这个意见 也帮律师界把话讲清楚了 不过我们也想问一下 就是说因为柯律师 你是从检察官退任下来的 那你怎么看防安检条款 因为有时候 那个评鉴的标准 当然像这个 本件的这个个案 因为他本来是起诉后来判无罪 所以在无罪的情况之下 你不能禁止他说 因为法律已经好像还他清白了嘛 所以你不能禁止他当那个律师啊 那只是说 而且你被判一年以资罪的话 以上资罪就不能从任律师 这个律师法也有规定 所以像这个案子来讲 我们要就说 他是以前评鉴上不好的一个法官 要转任律师 有时候这个标准 要有一个怎么定 有一个怎么标准 不然的话 这个如果模糊地带的话 这个对事情不好 但是最近罗继雄法官被判入狱了 那他过去是被评定说 是一个优良的法官 那他出来以后 是不是还能够转任律师 黄景兰你怎么看 罗继雄 这个我们看到报纸在讲说 他是第一名的 是啊 他是十二期第一名的 这一点我可能是要说明一下 就我所知道 他在法训所 他学业成绩是 大概是在前面是没有错的 但超信在里面 那个时候就不见得多好 他就我听到里面的人在说 这是走后门的 第一名是走后门来的 这个走后门怎么走啊 我想不必细说 甚至细说了 到时候他告我 太麻烦了 是 就我所知道的是 这个第一名并不是真正的第一名 这个必须要先说明的 第二个啊 这个我觉得说防御生存条款 早就该实施了啦 是 因为我在司法圈里面 我大概跑了二十几年 我所看到的法官转任律师 或是检察官转任律师 因为风际或是说 因为可能有问题 我要转任 以后大概很少时候 会规规矩矩再做事的 所以你也赞成说这个条款嘛 对 因为像邱创顺啊 像林富春啊 这个东西都当初转任下去 都是不怎么名誉下去的 后来都出事了 对果然是这样 好 我们看到其实过去有一个传闻 就是说这个有钱判生 没钱判死 那是不是真的这样 其实民众要求司法系统的改革 是非常大的一个声浪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